农历七月鬼门关后 紧接着就是中秋节 而苏澳中秋的荡秋千 今年回到了比赛的发源地苏东里 预计9月19号下午登场 而比赛会场昨天动土 要搭设一大一小的秋千架 而9月16号到18号 由于开放给苏澳镇国中小学 来体验三公尺的秋千架 传承文化教育 在众人的见证下 苏澳中秋荡秋千比赛会场 13号在苏东里的 长寿堤防广场动土 预计要搭设一大一小的秋千架 分别是六公尺的比赛组 以及三公尺的体验组 而9月16号到18号 将开放苏澳镇的国中小学来体验 达到文化教育传承的目的 第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秋千架 在失授的过程中 我们全部实况录影 准备的提供给社区大学 或是社区作与演习 以让这样的民属记忆 能够辛火相传 第二个呢 我们会并且搭一个小型的秋千架 以在9月16号到18号 为期三天 提供给学生 政内学生作为体验语 以后透过老师来解说 荡秋千的缘由 以及四踢 四荡秋千的技巧性 镇长陈金明表示 说中秋荡秋千 今年回到了比赛发源地苏东里 预计9月19号下午5点登场 比赛分为18岁到50岁的社会男子组 比赛分为18岁到50岁的社会男子组 以及男女的挑战组 总共有39人报名 冠军奖金高达1万元 我们这次也结合了顶辽社区的 妈妈教室的美食团 我们让今年的中秋节 当秋千活动 有吃头有看头 然后有点看 有点吃 那个很好的一个民俗的晚宴 今年报名 一个是社会组 一个是挑战组 其中社会组有25名 挑战组有14名 我想到时候一定非常精彩 所以欢迎各界 前来说 共同来参加 当秋千的一个活动 除了紧张刺激的 盪秋千比赛以外 搜尔政公所也请来了 顶辽社区妈妈 来准备600份的在地美食 而比赛当天会让民众享用 另外也有抽奖活动 以及艺文表演 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一来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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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